我重生在阿姐被抓走的那天 上一世 被我救下的书生苏炎哲 贪图荣华富贵 把我们玉兔一族的秘密 透露给了五子的皇帝 皇帝在得知 玉兔一族的女子 貌美无比 且极其容易受孕后 宁人抓走了 我族最美的女子 我的阿姐 熟料 阿姐入宫后一直未能怀孕 失宠后 更是被心怀妒忌的贵妃 折磨至死 玉兔一族生活的桃园 也被一把大火焚尽 只有我泡在井里 侥幸活了下来 我望月而拜 终于获得了月神的垂帘 不仅获得了玉兔一族 消失已久的能力 还成功让时间回溯 这一世 我要代替阿姐进宫 狗皇帝不是想要孩子吗 那就自己生一个吧 大家好 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 希望你能给人间意识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 火 到处都是烈火和哀嚎声 蒙面低黑衣人们四处搜寻幸存者的踪迹 将他们灭口后再投入火海 我潜在井水之中 飞憋得几乎快炸了 才敢将鼻子浮出水面 些微喘了口气 我想哭 想撕心裂肺地吼叫 此刻却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我们玉兔一族 生于桃源 长于桃源 生性更是温和善良 面对屠杀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轻而易举 就被湮灭在一片火海之中 突然 一声孩童的啼哭声 划破了天际 是小豆子 他才四岁 今天早上 他还跟在我后面 抹我给他买糖吃 可是 一声尖叫过后 一切归于沉寂 我听到了黑衣人们的狂笑 任务圆满完成 这次贵妃的赏赐 肯定少不了 也不知在井底究竟待了多久 直到最后一片火焰化为灰烬 我才拖着麻木的身躯 一点一点爬了出来 月亮不知何时变成了血色 星红的月光洒在残破的桃源 和满地的礁石上 我对着井水望去 原来不是月亮变成了血色 而是我的眼睛一片星红 阿姐的尸身被送回来时 几乎看不到一块好地儿 原本水葱般的手指 蜷缩得和鸡爪一般 只有我知道 那个首饰的含义 小时候 每次惹了爹娘生气 阿姐就笑着 对我比那个拖耳朵的首饰 意思是 让我躲起来 这一次 我无处可躲 只能躲进了井里 可是 我的族人们再也回不来了 我好悔 如果当初 我没有救下苏炎哲那个白眼狼 一切就都不会发生 我们玉兔异族 原本与世无争 平安快乐地生活在这个隐蔽的小山村 熟料苏炎哲那个小人 在被我救下后 竟连夜离开 将我们玉兔异族异运的秘密 卖给了吴子的狗皇帝 来换取高官后路 阿姐是我族最美的姑娘 为了保护乡亲们 她主动站了出来 跟着那群鹰犬进了宫 起初还能收到阿姐寄来的信 到后来 便是杳无音讯了 我正准备变卖家产 去巡阿姐 却等到了被送回来的阿姐 残破的尸身 传指的太监 夹着一副公鸭嗓 阴阳怪气地说道 这可是贵妃娘娘 法外施恩 才让这蒙蔽圣上的贱人 尸体还乡 你们可要懂得感恩才是 万不能不知好歹 我跪在人群中 指甲几乎抓破了手心 才克制住自己 那不自量力的冲动 我要活着 我必须活着 只有活着 才能给阿姐报仇 可我没想到 贵妃竟如此狠毒 非要灭掉我们一族 才能快意 当晚 一群黑衣人 血洗了村庄 而后 放火焚烧了所有痕迹 我眼里含着血泪 看向月亮 那轮高高挂在天上的月亮 是我们玉兔一族 最崇高的信仰 月神在上 信女自己造下的 孽怨一力承担 求月神大发慈悲 救救我族 我跪伏在地 额头早已磕出了血痕 依旧顿败不止 不知磕了多久 我眼前已是眩晕不止 在失去意识的前一刻 月亮皎洁温和的光芒 洒在了我身上 要我族第一美女 这 在恢复意识时 族老苍老惶恐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我揉了揉眼 好不容易才从一片朦胧中 看清周遭发生的一切 三叔拜 沈大娘 小豆子 还有许多同族的乡亲们 大家都还活着 此刻 大家都跪在村口 一脸不安的神情 我心中一喜 恍然意识到 自己重生到了狗皇帝派寻方式来村里那天 月神显灵 一切都重新来过了 感受到身体中那种古老力量的觉醒 我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领头的太监 还是那么阴阳怪气 他们要族长 交出我族第一美女 可是阿姐恰好出去感激未归 上一世 阿姐回来后 知道了这件事 主动跟他们走了 可阿姐这样的人 温和纯良 哪里是宫里那些虎狼的对手 我顾不上为重生而高兴 因为再过片刻 阿姐就要回来了 这一世 我一定不会再让大家遭到前世同样的厄运 想到这里 我鼓了鼓气 从跪着的人群中 昂首站了出来 我就是桃园第一美女 虽然我的相貌尚不及阿姐 但已经很是出类拔萃了 只要别让他们见到阿姐 糊弄过去不成问题 你 看清我的面容之后 死太监眼睛一亮 随后便是一阵意味不明的笑声 上一世 他看见阿姐时 也是这副神情 当时我们不知旧理 只能默默忍受 如今我却知道了 这家伙根本就是贵妃的人 世人皆说 贵妃邹曼少年时曾救过皇帝的性命 又是太后的侄女儿 和皇帝青梅竹马 只是皇帝为太子时已有正妃 所以登基后只封了她为贵妃 后来 先皇后病逝 皇帝想要立她为后 却遭到了先皇后母族的极力反对 皇帝无可奈何 只说日后谁生下长子 便封谁做皇后 这些年来 以邹贵妃为首的后宫里 别说皇子了 就连公主也没生出一个来 再这样下去 底下估计就要传狗皇帝不能人道了 也难怪她着急 阿姐的命运 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但我一定要改变这一切 想到这里 我略略抬手 一点荧光从我指尖点出 神不知鬼不觉地 钻进了那死太监的腹中 我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充满力量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不拿她是试水 岂不是辜负了 旁人都称 那死太监顺公公 她一双闪着斜光的三角眼 扫了一圈 确定没有比我更漂亮的姑娘后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被留了下来 明日便要启程 乡亲们则被遣散 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阿璇哥 在收到我的眼神后 迅速奔了出去 我相信 她一定能顺利截下阿姐 不让她再露面 由于我被严加看管 根本接触不到外界 我只能撕下自己的内裙 咬破纸间写了一封血书 向阿姐臣名利害 叮嘱他们安排好藏身之处 这一世 我虽有月神相助 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还是谨慎些好 一路舟车劳顿后 总算到了皇宫 那顺公公领了圣旨 不敢不教人 可她早就得了贵妃的好处 故意不让我吃好睡好 满心想着让我容貌折损 最好狗皇帝一看到 我便叫拖出去打死才好 可我偏偏不如她的意 那一点点荧光 在她肚子里慢慢长大 吸收的养分 全拿来供养我了 几天下来 我越发荣光焕发 隐隐有月神几分风姿 妄之令人心辙 而那顺公公 四肢纤细了不少 肚子却越发大了 自己还浑然不觉呢 世间真有这般女子 正今日才算见识到了 苟皇帝一见我便被勾住了魂 情不自禁地喃喃说道 贵妃在旁 鲜红的寇丹 几乎陷入掌心 恶狠狠地瞪了几眼顺公公 我装作羞涩之态 垂手说着明语不敢 却恰到好处地露出一节白皙的脖梗 皇帝大手一挥 苏爱卿举荐有功 上 苏炎哲在看到我时 明显吃了一惊 但听到有赏赐 也顾不得什么了 连忙一脸谄媚的谢恩 我暗自冷笑 催自己瞎了眼 敬就了这么个人 那就也赠她一缕得来不易的荧光吧 和阿姐上一世一样 在得到我后 苟皇帝欣喜若狂了好一阵子 下指封我为玉妃 不得不说 亲身体验过后 我得出了结论 苟皇帝这么多年都没孩子 抛却贵妃的暗害之外 确实也有她自己的原因 简而言之 她不是狠行 风飞那天 苟皇帝拉住我的手 一边抚摸一边说道 玉妃啊 朕可是听说你们一族多子多福 你可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啊 我乖顺地低下头道 臣妾也想早日生下和陛下的孩子呢 才怪嘞 愁你那模样 这辈子估计是够呛了 既然那么盼望多子多福 那就请你生个够吧 如今的我 风头正盛 贵妃不敢轻易招惹我 然而我知道 她心里必定盘算着怎么害我 就如阿姐前世一样 一旦失宠 那些蛇鼠请客就会扑过来 食尽人的血肉 果然 我得宠未满两月 贵妃终于忍耐不住 太人将我换进她宫中 一踏入官居宫的门 血腥味便扑面而来 贵妃的贴身侍女 手中拿着长鞭 那边上竟镶满了钢刺 此刻 那些钢刺上挂满了血肉 一个血肉模糊的小宫女 倒在殿上 想到上一世阿姐身体的惨状 我不禁浑身发抖 恨不得把坐上那个毒妇 千刀万剐 贵妃以为我是被吓住了 涂着鲜红扣丹的手指 轻轻拨了拨颈边垂下的流苏 不屑地轻笑 这个贱婢 自以为有几分姿色 就敢在陛下面前搔手弄姿 该给几分教训的 只可惜 弄脏了本宫这么好的地方 说着便让人把奄奄一息的宫女拖了出去 我魂不在意 笑着说道 宫女儿到底年轻 一时错了 主意也是有的 娘娘可别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我嘴角流露出一丝挑衅 伸手轻抚自己年轻柔美的面庞 贵妃圣宠多年 再美的牡丹 也枯了些枝叶 见我如此 她果然沉不住气了 贱婢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公然讽刺本宫 来人 把她拿下 痛打三十边 话音刚落 垫上一片肃穆 几乎到了落真可闻的地步 方才鞭打宫女 都面色如常的掌视宫女墨香 脸色一片煞白 跪在贵妃脚下 婉言提示道 娘娘 奴婢等不敢犯上 然而玉妃公然顶撞于您 乃是目无尊卑 您尽可责罚 我心中冷笑 如今我正得宠 这帮奴才 不敢拿我怎么样 只能把锅往外面甩 没用的东西 贵妃圣怒已急 一脚将墨香踢翻在地 伸手一指我 玉妃已下犯上 这在官居宫外跪两个时辰 贵妃确实好算计 马上就到正午了 这个时候叫我来 正好叫我足足晒上两个时辰的独日头 可惜 我临来之前 早就算到了会有这一处 特意派贴身 宫女贵心 去请狗皇帝来喝消暑汤 算算时候 狗皇帝也该来救场了 果然 我跪下还不到一刻钟 狗皇帝便乘着不年 急匆匆地奔了过来 我早已计算好了时间 阳光晒化了我脸上的脂粉 堪堪流露出一副柔弱可怜之态 唯唯唯唯地念了声陛下 便昏倒在地 如今狗皇帝对我正是撒不开手的时候 可舍不得我受如此苦楚 当即抱我上了不年 离开了官居宫 贵妃闻讯追了出来 却恰恰看到皇帝抱我离开那一幕 气得摔了手上的珠环 架底千斤的珠子咕噜噜滚了一地 我装作昏迷 实则对身边发生的事一清二楚 狗皇帝抱我回宫后便火速换来了太医 满宫的太医一下子都来了我宫里 声势浩大实在无法不令人侧目 邹贵妃为扳回一局 借题发挥请来了太后 此时此刻狗皇帝正在听讯呢 为了这个妖女闹出如此大的阵势 亏你还是一国之君 要我说也不必治了 做出一副惺惺之态 倒不如直接扔进冷宫了事 太后话音刚落 太医们那边已诊治完毕 颤抖着跪下不知该怎么说 不过他们说还是要说的 毕竟我可是下了血本打点 皇帝被太后训了一痛症心烦 连忙摆了白手示意他们说话 太医愿愿正斟酌再三 终于郑重其事地说道 启禀太后皇上 玉妃娘娘她 有喜了 此言一出 皇帝和太后对视一眼 眼中都有不可置信的喜色 我掐准时机 悠悠行转 我这是在哪 皇帝顾不上在场的太后和贵妃 一下子来到了我床前 玉妃 你听到了吗 你有了真的孩子 太后和贵妃 也随后来到了我床前 太后虽有些犹疑 眼中却还是喜不自胜的 贵妃表面含笑 眼中却是一片狠义 巨大的扭曲感 使她的面旁不自觉地抖动着 我先是一脸迷茫 随后一抹喜色在面上浮现 皇上 您说的是真的吗 莫不是在匡臣妾 狗皇帝搓了搓手 一副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的模样 爱妃岂不知君无戏言 传指 即刻进玉妃为玉贵妃 说着 她拉起我的手 温柔叮嘱 爱妃只管安心养胎 待生下皇子 朕就封你为后 贵妃花容失色 忍不住惊呼道 陛下 您 狗皇帝一脸不快地转过身去 语气带着冷意 贵妃 莫要失了分寸 朕昔日已有言在先 谁生下长子便封谁为后 难道真要朕的江山后继无人吗 太后文言也不赞同地 邪逆了一眼贵妃 语气和蔼地叮嘱我 安胎地注意事项 我的风头一时无两 满宫没有敢得罪我的 但我知道 邹漫漫没这么容易放弃 而且 这孩子可不是我生 而是狗皇帝生 数日后 我借口肚子不舒服 夜里总做噩梦 求狗皇帝这青天间算一算 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防着了 青天间夜观天象 竟然算出我被阴阳双煞防了生子之路 在查之下 那一阳指的是苏炎哲 至于那一阴吗 竟是那死太监顺公公 他们俩被御林军带来时 皆似之细弱 杜妇古诈 如同妇人怀胎一般 我装作寿惊 一脸柔弱地窝进皇帝的怀里 陛下 官此二人之态 却是妖艺之下 若是臣妾腹中孩子的气韵 被他二人的腰胎吸走 孩子多半是要保不住 说着 我的嗓音开始颤抖起来 在狗皇帝怀里 气不成声 狗皇帝心疼万分 当即采纳了青天间的建议 在他二人身上贴满了符纸 点天灯祭天来 破除妖邪 我借口怀孕体弱 看不得这些退了下去 实则躲在暗处悄窥视 交了同油的行驾 请客燃起了大火 苏炎哲和那顺公公 起初还能哀嚎几句 到了后来 灼热的烟灰烫坏了他们的嗓子 想叫都叫不出来 原来人的身体被火烧灼 竟是这样蜷缩 变成焦炭的 看到二人的下场 我情不自禁 想起前士族人们惨死的情景 纵使这两人的命 无法和我的全族相提并论 仍使我感到一丝快意 没了这二人防着我 我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可我没想到 宗漫漫静也在这个时候怀上了 闻讯的我挑了挑眉 按理说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狗皇帝有多不行 我可是亲身体验过的 要有孩子 他和贵妃早就有了 不会那么巧 恰好在因为我 而和周贵妃闹别扭的时候 让他怀上 也就是说 贵妃要么是假装怀孕 要么就是狗皇帝头上 结结实实戴了一顶绿帽子 说来也怪 贵妃怀孕之后 竟没有来找我炫耀 反而一直对我避而不见 我当然不会傻到 认为他已经捐弃前嫌 估计是有什么大的在等着我 果不其然 寻月后 狗皇帝摆了家宴 邀了瑞王和王妃 进宫共庆 我和邹贵妃 同时有孕这一喜事 瑞王和狗皇帝 并非一母同胞 如今 世子都快能打酱油了 在我和邹曼曼怀孕之前 朝廷上下几乎都快认定 狗皇帝会过继一个瑞王的孩子做太子 因此 狗皇帝说不好 也想用这场家宴敲打一下瑞王 席宴之间 瑞王神色如常 一副中军体国的贤良模样 半点没有傲恨之意 让人挑不出错处 然而 玉兔一族与生俱来的敏锐 让我察觉到了 瑞王对邹曼曼的一丝关切 我能感觉到 邹曼曼确实是怀孕了 但眼下看来 这孩子十有八九是瑞王的 怪不得他一点也不慌 不过 要得到皇位 岂不是要除掉我的孩子 我趁众人说笑之际 一一观察着席上的菜式 一应菜式都是按照规矩来的 各桌几乎一样 想在这里面下毒并不容易 但是由于怀有身孕 今天只有我和邹曼曼桌上的酒水 换成了酸梅汤 要是在这里面下毒 可操作空间就大了许多 想到这里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邹曼曼不知道 狗皇帝这几天食欲不振 待会儿一定会跟我讨要这酸梅汤 玉贵妃 朕今日身体不适 喝着酒有些烧心 把你桌上的酸梅汤倒些来 我诺诺称事 叫贵心将酸梅汤盛上 熟料邹曼曼蹭地站了起来 娇贺道 不可以 察觉到众人都在看他后 他煞时变了脸色 照不着说道 臣妾桌上的也是酸梅汤 皇上喝臣妾的吧 邹曼曼这副模样 更令我确信 毒室下在了酸梅汤里 做事我用手帕掩着唇笑道 皇上 姐姐吃臣妾的醋了呢 既然如此 就请皇上各饮一杯 我们姐妹二人的酸梅汤可好 狗皇帝很乐意看我们这副 为他争风吃醋的模样 笑呵呵地答应 邹曼曼没了阻拦的理由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狗皇帝 喝下了两杯酸梅汤 我心满意足地吃了几口爱吃的菜 坐等药小发作 喜宴过半 邹曼曼和瑞王的脸色明显有些慌乱 瑞王妃像是不知情 仍在温言细语地给瑞王夹菜 早闻瑞王和瑞王妃夫妻何乐 今日一看 王妃却是真心 这瑞王就未必了 他答 惧痛袭来 狗皇帝一时吃不住痛 筷子掉到了地上 震 腹痛无比 快传太医 太医匆匆赶道 狗皇帝果然是中毒了 这毒会损妇人阴体 以致滑胎 因此 对狗皇帝的损伤 并不算太大 但足以让他腹痛难忍 只不过 太医院的院令 早已收了我的好处 故意夸大了这毒的作用 称日后必会损伤龙体 闻言 邹漫漫和瑞王的脸色 更加难看了 我缓缓跪倒在太后面前 泪如雨下 母后明鉴 官此要兴 今日必是有人要害 臣妾和邹姐姐的孩子 静置损伤龙体 则更加可恨 如不明察 留此人在宫中兴风作浪 则后宫无宁日了呀 闻言 太后眼睛微眯 如今 我和邹漫漫的孩子 都未出事 如果皇帝真在此时驾崩 便宜必定叫旁人捡了去 茶 给哀家茶的一清二楚 有了太后的旨意 负责茶案的官员 几乎将席宴上的菜肴 宴了个遍 只有我桌上的酸梅汤下了伤胎的药 闻言我几乎站立不住 多亏贵心扶住了我 母后 有人要害臣妾腹中的皇子 以致伤了陛下 实在是臣妾的过错 眼看我伤心欲绝 将将恢复过来的皇帝 一脸心疼 欲而莫要如此 伤了自己身子 朕一定会查明真相 叫那凶手付出代价 皇帝和太后都发了狠 负责此次家宴的宫中各部 被查了个遍 查来查去 最后查到了邹漫漫的贴身 宫女墨香身上 与此同时 我悄悄派人 给瑞王妃送去一封信 据私膳房的宫女交代 酸梅汤的制作过程 无一处出过差错 只是送去席宴上时 是邹贵妃的贴身宫女墨香接手的 再加上邹漫漫所喝的酸梅汤中 并未下毒 毒我的被掺了伤胎之药 真相不言自明 也多亏了邹漫漫多年来 倚仗家世和宠幸在宫中横行无忌 脑瓜子不是很灵光 否则 只要她在两份酸梅汤中 都混入伤胎药 绝对能把自己贴得干净 事实虽已明朗 但邹漫漫毕竟是太后的侄女 如今又怀了龙胎 太后只下令 仗毙了墨香抵罪 至于邹漫漫 太后只说 禁足至龙胎将士 在另行处置 但谁都清楚 只要她平安产下孩子 这惩罚的事 自然不可能再提起 太后处理完毕的消息传来时 我正在给狗皇帝喂汤药 我微微猝起眉头 心疼地说道 只是苦了陛下 平白受了这许多苦楚 这几日 狗皇帝的肚子 愈发胀大 太医得了我的命令 只说是伤胎的良药 药性猛烈 龙体损伤过重 需要时间恢复 但我知道 狗皇帝正替我承受怀胎之苦呢 他越痛苦 心里对邹漫漫的不满就越强烈 等到东窗事发那天 就有好戏看了 邹漫漫被禁足期间 我悄悄命人加强了对官居公的监视 算算日子 我比他早怀上 自然先生产 若真让我先胜下皇子 他和瑞王的算计可就全完了 偏偏他此刻被禁了足 身边亲近的侍从 要么被杖杀 要么被调理 想要对付 我也做不到 急得他如热锅上的蚂蚁 绞尽脑汁 琢磨着 如何和瑞王取得联系 相信瑞王也是一样 近日以探病为由 频频出入后宫 怕就是在找时机 和邹漫漫相会 这一日 我不在官居公的眼线传来消息 邹漫漫居然做宫女装扮 和进宫给太后请安的瑞王 在隐蔽处私下见面 得知消息的 我差点激动地跳起来 立即请了狗皇帝 同去御花园游玩 那里是去官居公的必经之路 果不其然 正当我们游玩之际 瑞王从御花园尽头快步走来 恰好被狗皇帝的鸾架堵在了路上 瑞王神色慌张 一看就是有鬼 狗皇帝顿时起了疑心 皇帝如此慌张 所谓何事 还没等瑞王想好措辞 一身宫女装扮的邹漫漫 也从御花园的尽头走了过来 肚子已经微微显怀 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出现 邹漫漫更加慌了神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惶恐之下 在没有从前那副嚣张跋扈的神色 帝王历来是多疑的 狗皇帝的眼神 在他们俩身上扫了扫 灯时变了脸色 恰在此时 他肚子微微动了一下 痛得皱起了眉 我连忙伸手 替他轻柔腹部 陛下龙体尚未痊愈 可要保重才好 这话如火上浇油一般 一下子 让狗皇帝想起了 自己是因何重的毒 当场命人把邹漫漫和瑞王拿下严审 当太后得知消息匆匆赶来时 负责搜查的官员 已经快到瑞王府上了 邹漫漫先前被调走的宫女太监们 又被调了回来 这些人平时饱受邹漫漫的欺压 好不容易找着机会 争抢着招了个一干二净 前去瑞王府调查的官员 也取回了二人私下往来的书信 最搞笑的是 就在邹漫漫宣称怀孕前的那封信中 他居然跟瑞王说了 狗皇帝不行的事 想要获得瑞王的相助 事成之后 他们俩一个是太后 一个可作摄政王 真是好算计 狗皇帝被气得浑身发抖 当即下令 赐二人独酒 对外就说瑞王突发疾病 邹贵妃小产伤身过度 血崩而亡 我把给二人灌毒酒的机会 交给了太医院院令 她有一个亲包妹 就在邹贵妃的官居宫里当差 因此 我刚开始对她伸出橄榄之时 她并未答应 可邹漫漫那个毒妇 只因那小宫女多嘴跟狗皇帝 介绍了一下菜肴里所用的食材 就被她下令活活鞭打致死 正因如此 太医院院令才挥了心 转而为我办事 听说 邹漫漫死时 身上就如那小宫女一般 没有一块好肉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上一试 阿杰也是这样的死状 如此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了 宗漫漫死后 狗皇帝下令将其和瑞王医治安葬 实际上 他俩的尸体早就被扔到了乱葬岗 那棺果中根本就是空的 只不过为了皇室的颜面 有些事不能挑明了 宗漫漫虽然是太后的侄女 但再亲也没自己的儿子 孙子亲 他做下这些事 早已让太后对他失望至极 叹息了一阵子 也就抛之脑后了 经过这一番折腾 太后和狗皇帝 对宗室的戒备之心更省 再加上太医院院令 断定我这一胎必是男胎 他们更是喜不自胜 随着我怀胎月数增加 狗皇帝的肚子越来越大 妇人有孕要遭的罪 她是一样 也没少遭 即使这样 太医院也只说是当初中毒留下的病根 实在难以治愈 每遭受一次痛苦 狗皇帝都要痛骂锐王和邹漫漫一次 丝毫不记得这是她曾经宠得无法无天的女人 每当听到狗皇帝痛苦的身影中夹杂的漫马 我都在心底冷笑 若不是她纵容宗漫漫 若是她善待阿姐和那些无辜的妃嫔 哪里会有今天 与此同时 在我的寿意下太后的精神也越发不济 到最后几乎眼歪耳斜 摊在床上不能动弹 宫里不是没有人察觉我的所作所为 只是能在这痴人的身宫里 活到现在的都是聪明的 我即将成为太子之母 整个国家将来都在我们娘俩手里 根本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来触我的眉头 一切会发生的都终将发生 濒临分娩时 我特意嘱咐了青天间上奏皇帝必须在我的殿外等候 借龙器来保皇子平安 狗皇帝被奉承化夸得欣喜 再加上他极其看重我这一胎 当场便答应下来 分娩那天 我在殿内好整以侠地喝着茶水 时不时配合太医的主妇 发出几声惨叫 没过一会儿 真正的产妇就被抬了进来 狗皇帝在等待我分娩的过程中 就急复发 被究竟抬进了我的殿中 正好太医也是现成的 我平退闲杂人等 示意太医们给皇帝接生 狗皇帝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玉贵妃 你说什么 我笑着从铲床走了下来 身姿鸟挪 步履轻盈 哪有一点要生产的样子 臣妾说 让太医给陛下接生啊 陛下不是一直想要自己的孩子吗 为此还不惜去臣妾族中 寻什么第一美女 要臣妾说呀 别人生就是不如自己生的 保准是自己的骨肉 狗皇帝当场被我的话震惊住了 额上清金抱起 荒谬 男人怎么可能生子 可惜 他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剧烈的阵痛 就让他忍不住哀嚎起来 我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天下的女子 不都是这么生产的吗 天你娇气 看着富大如囚的皇帝 太医院院令面露难色 低声请示 娘娘 这给男子接生的事 微臣实在没做过 他 我摆了摆手 道 只需保证皇子平安 其他的 你什么都不用管 狗皇帝听见我这些话 不甘心地在铲床上挣扎着 试图逃出殿外 可即将临盆的身体 限制了他的一切行动 殿内也都是我扶植的心腹 今日之举已定 两个时辰之后 一声嘹亮的哭声响起 坐在偏殿的我 露出一丝微笑 世人皆说 我的皇儿出生那天 月亮灼灼如日 照得午夜积如白昼 乃是大吉之照 至于识人不明 被自己宠信的前贵妃 下毒坏了身子 腹痛而死的狗皇帝 没见到祥瑞将士 只能算他福薄了 一切尘埃落定后 我的孩子登上皇位 由于心地年幼 太皇太后又身染恶疾 只能有我这个名正言顺的皇太后垂帘听证了 我派人前往桃园 给阿姐烧去了我的音讯 听说阿姐和阿玄哥互相看对了眼 只是一直担心我的安危 所以婚事一直耽搁着 这下的疗好消息 一口气吃了一大碗饭 当天就开始筹备婚事了 瑞王妃得到我的帮助 顺利怀上一胎 在家抱着孩子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呢 对外也只说是瑞王的一父子 当初要不是他帮忙 我也没那么顺利得到瑞王和邹曼曼私通的罪证 说起来 这两个人才算是青梅竹马 只是邹曼曼贪图富贵 这才通过太后的关系 嫁给了狗皇帝 见狗皇帝有冷落他的意思 他立即又搭上了瑞王这条线 瑞王妃早就察觉了二人之间的苟且 一直隐忍也算是个人物了 偶尔我还会在梦中惊醒 想起前世阿姐和族人们的惨状 只是看到窗外皎洁的月光 我才确信那些事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玉兔异足仍会年年拜月 也会一代代地传下去 继续过平淡安详的日子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本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